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在那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中 面对那些荒谬的战争 只有邪恶的人性存活下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 荒诞的反纳粹电影《铁皮股》 本片是为德国新电影流派名导 施隆多夫的《康顶丽作》 也是影史上最著名的反纳粹电影之一 全片以小男主小赢的视角和叙述展开 19世纪末的诞则 一个年轻的农妇小曼 正在田间烤土豆 一个纵火饭小壮跑到小曼面前求助 小曼二话没说 就让小壮藏在了自己的裙子里 两人就这样看对了眼 并且发生了关系 一年后 两人有了一个女儿 而警方几经周折找到了小壮 小壮在警方的追捕下再度逃亡了无音讯 而小曼便带着女儿火姐在市场卖东西为生 长大的火姐和表哥大金暗生情愫 但强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强哥是镇上一个有名的厨师 一战结束后便留在了担泽成了商人 而担泽也成了自由使 波兰人拥有了自己的邮局 大金留在了担泽 在邮局里担任信件收发员 摇摆不定的火姐开始了三人行 在这段关系之下 他们迎来了本片主角小银 小银三岁生日那天 母亲送了她一面铁皮股 小银十分喜欢整天挂在脖子上敲 生日过后 大人们开始打牌玩 无聊的小银躲在桌地玩的时候 发现了母亲与舅舅的秘密 小银认为成人世界充满了欺骗 于是决定不再长大 随后小银去了地窖 然后从楼梯上跳了下去 虽然身体没什么大碍 但小银的身体却停留在了三岁 不再长高 这天父亲强哥将小银的铁皮股夺过来时 小银大声尖叫 突然石钟上的玻璃直接碎了 因此小银发现自己有了高分贝的尖叫能力 随着小银慢慢长大 火姐每周四都带着小银出门 然后将小银留在买铁皮股的商店 自己出门办事 这一次小银没有等待 而是跟踪自己的母亲 结果却看到母亲失去和舅舅约会 随后小银直接爬上了对面的钟楼 用尖叫震碎了所有玻璃 隔天 强哥和火姐带着小银去看马戏团演出 然后认识了老矮人小贝 小贝想邀请小银加入他们 没过多久 德军进入担子 强哥便拥护起了德军 小银十四岁时 母亲再次怀孕 结果却在厕所自杀 随后 在德军和波兰人关系紧张的时候 小银知道舅舅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将大金拉进了波兰邮局 中途 邮局被德军军队包围 大金被抚育害 小银被父亲抱回了家 但则又恢复了自由城 不久 小曼给家里请了一个16岁的女佣 小家 小银与之形同姐弟 甚至发生了关系 这天 小银回家时 却看到了父亲 强经了小家 没过多久 小家便怀了身孕 成了小银的继母 等到孩子出生后 小银便觉得 小家生下的是自己的儿子 给他取名叫库尔特 承诺等到他三岁的时候 便送给他一个铁皮骨 随后 小银便离开了家 找到了马戏团的小辈 小银便跟着小辈 去了德军前线演出 并在剧团内结识了小娜 两人情投意合 没过多久 美国人便打了过来 就在剧团撤退的时候 小娜去喝咖啡 却被炸弹炸死了 伤心欲绝的小银便回到了家 并送给了小孩一个铁皮骨 隔天 就有人找上门 想将小银送去疗养院 然而 却被强哥拒绝了 没过多久 苏俄军队进入了担子 并闯进了强哥家的地窖 小银趁机将强哥扔掉的 德军徽章递到他手里 无处可丢的强哥 便将德军徽章塞进了嘴里 没想到直接卡住了 由于语言不通 强哥便直接被俄军 给乱枪打死了 隔天便有人来接手商店的经营权 小家找人帮忙 将强哥给简易的下葬 而小银看着死去的强哥 迫切的想要长大 小孩玩耍时 不小心砸到了小银 小银直接被砸晕了过去 就在此时 一个自称看见上帝的人出现了 并说小银正在长大 随后喊着上帝就跑走了 之后 遭到驱逐的小家 便带着儿子和小银离开了这里 而老年小曼 却独自留在了弹泽 铁皮股以史诗般的辉鸿格局 展现了德国战争时 小市民的众生像 是一部以小见大的影片 尽管评论界对原著小说 褒贬不一 但是对于这部电影评论还是一致称赞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